大卫犯了罪之后,神指责他,然后他悔改,他写了诗篇五十一篇,我们现在看一看,现在看一看就是犯罪之后,神对他说的话,撒姆尔基夏,十二章九节,神对他说,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娃的命令, 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?你这阿门人的刀杀害黑人乌利亚,又取了他的妻为妻,你既藐视我,取了黑人乌利亚的妻为妻,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。 耶和娃如此说,我必从你家中兴起,祸患攻击你,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肺病赐给别人,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沉。 神,你在暗中行这事,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,日光之下,报应你。 大卫对拿弹说,我得罪耶和娃了。拿弹说,耶和娃已经除掉你的罪,你必不至于死。 这里说到,当大卫犯了罪之后,神指责他,指出他的罪,告诉他要惩罚他,告诉他神要惩罚他,叫他道歉,不会离开他的家。 大卫听了之后,他心里就知道他的罪,他就悔改。当他悔改的时候,大卫拿弹先祭就说,耶和娃已经除掉你的罪,你必不至于死。 啊,否则神可以惩罚他,他就要死了。 然后,诗篇五十一篇显出他的最罪的信。 他怎样知道他的罪,我们可以在诗篇五十一篇可以看到的。 五十一篇一节,大卫与巴士巴同事以后,先知拿弹来见他,他做这事,教育领奖。 神啊,求你按你的慈悲其爱连续我,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,静静,静静,并解除我的罪。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,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 我向你犯罪为毒,得罪了你,在你眼前,行了这恶,以至你责备我的时候,显为公义,判断我的时候,显为亲政。 这里,大卫在神面前,他真的有这个悔改的心,也是圣灵在他心中感动他,叫他知道他所犯的罪的严重性,他就真心的悔改,真心的求神怜悯他。 这个诗篇,五十一篇,我们看到他的里面的悔改的心,他说,求神按你的慈爱连续我,因为我真的需要你的连续,求你按你的丰盛的慈悲, 求神按我的过犯,将我的过犯都洗去,让我完全的洁净。 要我知道我的罪,我的过犯,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 这是圣灵的工作。 圣灵的工作会重生得救的人。 有些人说,在旧约,旧约有没有重生得救啊? 所有人在任何时间与神有关系的,必定是神将他们重生。 这个教导说,旧约是律法时代,所以他们的得救是不同的。 他们是靠遵行律法,所以得救。 这个说法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。 任何时间,人都必定有悔改,必定有神将他重生过来,有新的生命。 在这里我们看到,大卫有这个新的生命,他有这个悔改的心,他知道他的罪。 所以他的罪藏在他面前。 常常,圣灵提醒他,他所犯的罪。 他自己的良心也告诉他,他的圣灵的同在,他的性情也告诉他,我真的有罪了。 所以,这个是圣灵的提醒。 人如果是重生的话,就会留意到圣灵的感动,留意到圣灵会提醒他,不要犯罪。 犯了罪之后就觉得很不舒服。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,告诉我们,我们犯了罪了。 然后,他知道他向神犯罪,唯独得罪的神。 他犯罪是得罪神,不但是得罪人。 我们犯罪也是得罪神,就是神不喜悦的,神不喜悦的。 神正恨罪,他不能接受罪。 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,神极度的不接受,极度的不喜欢。 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,是得罪神。 在你面前,眼前,犯了这恶,以至你责备我的时候,显为公义。 判断我的时候,显为亲政。 这是说,当神审判的时候,就显出神的公义,神的清洁,神是无罪的。 当我们犯了罪,我就知道神是圣洁的。 我们是误会的,我们需要神的赦罪。 我希望每个人都为我们的罪,我们怎样得罪人,怎样犯罪,伤害人。 就是忧伤、烦恼。 有些人是常常烦恼啊,负面的想法啊,帝神啊,都是罪。 因为烦不是出于性,就是罪。 当人烦恼的时候,因为他不信神的恩典,所以他也是在罪中。 然后第五节,我是在罪念女生的。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,就有了罪。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。 你在我隐秘处,必使我得智慧。 求你用牛犀草捷径我,我就干净。 求你洗地我,我就比血更白。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,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 求你眼面不看我的罪,涂抹我一切的罪念。 第五节,大卫说出他的原罪。 因为亚当犯了罪。 亚当犯了罪。 我们每个人都在母亲怀胎的时候,已经有了罪了。 这个是原罪。 每个人都是在罪念女生的。 然后我们有罪的性情,也有罪的行为。 所以我们在母父里面已经有了罪了。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。 这是神喜爱的,这是我们里面真的有诚实的心。 就是说神啊,我知道我有罪,我在你面前必定要真心的悔改,必定要真心的信靠你。 有些基督徒他们觉得他们所犯的罪可以逃脱神的眼目。 这个是不可能的。 其实有些人就是好像,我形容就是他们以为神是盲的,也以为神是聋的。 神不是盲的,他看到我们所有的罪。 他审查我们的内心,查验我们的内心,他看到我们里面的罪。 所以我们真心的爱主,神必定看到。 神必定看到,神必定见到我们的诚实,必定看到我们是不是真心的爱主。 我感谢神,我感谢神,有不同的人,他们对我说的话,让我知道神真的看到我的生命。 其实我要说,我也曾经犯过很多罪。 但后来我经历圣灵充满,我就确定的对付罪。 以前很多时候我允许罪在我生命中,我现在我的心也是非常的后悔。 现在我憎恨罪,我不让任何的罪影响我的生命。 我真的确定的处理任何的罪,在我里面有任何的怒气烦恼, 清看人负面的想法,我都马上处理,我都知道这些是罪。 然后我真心的赠从神,真心的赠从神所有的吩咐。 也真心的侍奉神,很想别人得着神的祝福。 我感谢神,神就呼应我,神就喜悦我感谢神。 这个不是我配得的,是神拯救我的生命。 神改变我的生命,赐给我这个恩典,是极大的恩典。 我极度地感谢神。 有不同的人,要么看到神,看到我的生命。 有一次我去非洲的时候,这个人在非洲,他告诉我, 昨天晚上他做梦的时候就见到我。 见到我,然后我在梦中说我为你祷告好不好。 他就说好。 然后在梦中他就经历到神的爱,神的喜乐。 然后当天我为他祷告,他也马上经历。 这个是神给我的肯定。 就是说,神已经看到我的心, 他会向这些人,让这个人在梦中见到我。 其实有,我起码记得上次,我未去的地方, 人已经知道我要来。 另外,有不同的人,有一个人,我感谢神啊。 我说这些见证目的是什么呢? 是让你们知道,你们心里诚实,真心的悔改, 真心的尊重神,神必定喜悦的。 我曾经会四个人祷告。 然后这四个人,有三个就去到天堂。 有一个见到耶稣,四个都见到耶稣。 有三个去到天堂。 有另外一个是,其实不止一个, 有不同的人,我为他们祷告,他们都见到耶稣。 我感谢神,神使用我。 是神的恩典,不是我的好处,是神的恩典。 然后,有一个人去到天堂,他见到他的赏气记录册。 就是这个记录册里面,记录他所有为神做的。 然后神就记录这些赏气。 他见到自己的赏气记录册,他就对耶稣说, 我想看一看耶稣的,不许说,对不起。 我想看一看耶稣的赏气记录册。 然后他就,耶稣就说,就叫一个天使去拿我的赏气记录册。 我感谢神,这个人说这个记录册是很厚的,而且是包紧的。 而且上面写着我的爱子,然后我的名字,我就真的感谢神。 我真的感谢神,神这种奇妙的肯定我。 这是任何人真心的服侍神。 真心的,不是为了竞争。 有些人是这样的,要比较,我要做的比你更厉害。 我要做的比你更伟大。 当我们这样做,我们就不是出于内里的诚实。 神就不喜悦了。 如果我们释放了手,同时对别人有埋怨的。 这个人啊,我不喜欢他,他有什么不好。 如果他有什么不好,是他的问题,他要自己对付。 神会对付他的罪,神会提醒他。 不是我们的责任去论断。 圣经说,我们论断谁,我们论断人就必被论断。 所以我们论断人是最愚蠢的。 但很多人释放了手,就是没有这种里面的诚实。 我也有曾经对我说,耶稣对他说,你来看一看燕幕序怎么样为人祷告。 他过来就马上经历圣灵的能力。 也多次对他说,神怎样要使用燕幕序。 而且我感谢神了,就是正我这个神属性讲道法。 讲道神的属性,神的美善。 我讲道的时候,常常都讲道神的美善,神的属性。 然后我也讲道,人怎样应该尊重神。 这里,这个经文讲道神的属性是什么? 祂是圣洁的。 圣洁是很美丽的,神的圣洁是很美丽的。 所以天堂是美丽的。 天堂没有罪。 天堂里面每一个人都充满爱,充满怜悯,充满接纳,充满喜乐。 天堂就是美丽,圣洁就是美丽的。 所以我们活在圣洁里面是美丽的。 神也赐给我们能力对付罪。 叫我们能够有圣洁的生活,是神的能力。 临到我们身上,赐给我们能力能够活出圣洁。 也是神感动我们有里面的诚实。 当我们是神改变我们的生命,里面有诚实。 如果我们会因神的感动,我们就会有诚实的心。 然后当我们活出神诚实的时候,神就很喜悦,神就赏赐,神就祝福。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说,神啊,感谢你,你是无所不在,无所不知。 你知道我所有的罪,也知道我怎样跟从你爱你,你都知道。 所以大卫他知道,神知道他所有一切。 他所有不好的东西,神都看到,所以他不敢在神面前没有悔改的心。 他不敢,他知道,神必定看到。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听到都说,神啊,你感动我,有里面的诚实。 在里面总是祝福人,总是建立人,建立教会。 不要比较,不要与人比较。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,神就喜悦的,是神感动我们。 我们回应神,神就很喜悦的。 我希望我们都有这个圣灵赐给我们的里面的诚实。 我就告诉你,这个人说这个,我这个神属性查经法和神属性讲道法。 他说,因为这个,讲出神的美善,神的美好。 将来神又将这个教导推广去很多的教会。 我感谢神,我感激神,我是不配的,是神教导我的。 我感谢神,是神的恩典,不是我的好处。 我常常都是这样说,因为我不要夺取神的荣耀。 我知道是神的荣耀。 但我分享是什么意思呢? 就是说,鼓励你们,当你们真的有里面的诚实的时候, 呼应神,神感动我们有诚实。 当我们呼应神的时候,神就很喜悦,神就祝福我们。 然后,神在我们的隐秘处,使我有智慧。 这个就是神的能力,神的恩典。 祂会在我们里面产生出智慧,赐给我们智慧,聪明去跟从神。 有智慧去处理罪,有智慧去活出神的恩典。 求你用牛西角,洁净我,洗净我所有的罪。 叫我比血更白。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。 使你所压上的骨头可以踊跃。 这里,大会说这句话有它的含义的。 以前,他在这个月桂面前带领这个月桂的时候,他会跳舞。 他是充满喜乐的。 诗篇里面,大会说,有人对我说我们要去月桂殿,我就欢喜。 他以前是充满喜乐的。 有人说要去圣殿,他就非常的喜乐。 他很喜悦神。 他很享受与神的关系。 但现在他犯了罪。 他里面就被神的手压上他的骨头。 他的里面觉得被压上,他的里面有内疚。 所以他失去这个喜乐,他就求神神了。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。 让我里面有充满喜乐的心。 能够听到欢喜快乐的心。 叫你所压上的骨头可以踊跃,可以跳舞,可以开心。 当我们失去这个喜乐的时候, 我们就会说,有喜乐真好啊。 有喜乐真好。 我们就渴慕得到这个喜乐。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跟从神, 真从神,活在神的喜乐里面。 活在神的喜乐里面,就说,有神真好啊。 我真从神真好,神就喜悦。 神赏免我的罪真好。 神帮助我真从神真好。 因为圣经说,我们任何时间真从神, 神都很喜悦,神就祝福。 我们亲近神,神必定亲近我们。 我们悔改,天上都要为我们欢喜。 而且,当我们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, 都不能不得赏赐。 这是我们任何为神做的。 神都必定赏赐,我们就可以很开心了。 我们为神做的任何事,神都很开心, 我们就可以开心。 这个是喜乐的秘诀。 一方面是赞美主,我们可以喜乐。 亲近神可以喜乐。 另一方面,我们相信, 当我们亲近神,尊重神, 服侍神,帮助人的时候, 就是一杯凉水,神也赏赐。 代表神很喜悦。 我希望你们都相信,神很喜悦, 所以我们可以很开心。 当我们尊重神的时候, 我们会很开心,很兴奋。 这个是礼物。 当我们整天都活在神的喜乐里面, 这是恩典。 希望我们都保存喜乐。 第二,有罪的意念马上处理。 很重要,有罪的意念马上处理。 神给我这个得胜五部曲。 第一,留意这个罪。 第二,相信必有破坏性。 任何时间我们留意有怒气,有烦恼, 清看人,有地争, 憎恨,清看人都是罪。 第二,必有破坏性。 第三,圣经说什么? 圣经说,叫我们善待人。 饶恕人。 珍惜人。 帮助人。 侍奉神。 做所有可以做的事情在人的身上。 这个是神吩咐我们的。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, 我们知道神喜悦。 因为一杯凉水,神都喜悦。 所以我们侍奉神可以很喜乐。 我希望你们放在记忆里。 你加美主,你就说神很喜悦。 所以我也开心。 现在我亲近神,神很喜悦,我可以开心。 我栽美主,神很喜悦,我也可以开心。 我祝福人,神很喜悦,神就不必定祝福。 这样的话,我们就整天都在喜乐的状态。 一方面是亲近神有喜乐。 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知道,我们尊重神,侍奉神,亲近神,神必定喜悦。 我因为神喜悦,所以我可以开心。 神在笑。 神因我唤醒喜乐,默然爱我。 神因我喜乐,欢呼,我就可以喜乐。 哈利路亚,感谢天父。 然后,大卫说,求你颜面,不看我的罪。 塗抹我一切的罪孽,将我所有的罪孽都除掉。 不要看我的罪。 神啊,不要看我的罪。 然后第十节。 神啊,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。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 不要掉弃我,使我离开你的面。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 求你使我仁德救恩之乐。 使我乐意的灵,扶取我。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方的人。 罪人必归顺利。 这里说,神啊,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。 让我的里面是圣洁的。 是干净的。 是悔改离罪的。 不是住在罪里面的。 是离开我们的罪的。 求神赐给我们这个清洁的心。 求你赐给我们这个清洁的心。 叫我们心里喜欢神的圣洁。 叫我们喜悦神的圣洁。 叫我们全心全意的尊从神。 在我们的里面,叫我们有清洁的心。 清洁的心就是说,我去喜悦圣洁的。 我喜悦干净的。 喜悦尊从神的。 众神所吩咐。 我是喜悦祝福人的。 我喜悦神所有吩咐。 我都喜悦去做。 为我做清洁的心。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 叫我里面去有正直的灵。 追求正直,圣洁,公义。 你不要吊弃我,使我离开你的面。 不要令我失去你的救恩。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 有些人以为在基约圣经可以失去救恩。 西约不能。 这个教导,一切得救,永远得救。 圣经没有说的。 圣经在新约圣经也说,人可以失去救恩的。 圣经在不同的地方都告诉人,人可以失去救恩的。 所以我们必定要悔改,去罪。 我们知道,真的可以人失去救恩。 在马太福音24章,耶稣说,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,且要比起陷害,比起恨物。 这你说什么呢? 他们会比起陷害,比起恨物。 陷害其他基督徒,恨物其他基督徒。 所以就是说,他们已经失去救恩了。 他们不是得救的。 然后,他们是跌倒。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。 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末后的日记的时候。 许多人跌倒,且要比起陷害,他们会陷害别人。 就是说,他们已经不是基督徒。 所以,这个是神告诉我们的。 我们人可以失去救恩的。 另外,在西伯来书6章4节开始,很清楚的。 西伯来书6章4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教。 说,尝过天恩自卫,又与圣灵有份。 并尝过神善道自卫,觉悟来需全能的人。 若是离弃道理,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,重定徐之家,明明地羞辱他。 这你说什么呢? 这次有人已经蒙了光教,神的圣灵光教他的心。 尝过天恩的自卫,神的天恩,神属天的恩典。 由于圣灵有份,已经经历过圣灵的感动带领。 并尝过神善道的自卫,尝过神的话语的自卫,觉悟来需全能的人。 已经觉悟了,已经知道有将来的全能,神的全能。 如果离弃道理,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。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,重定徐之家,明明地羞辱他。 这里就告诉我们,人可以失去救恩。 本来他们尝过天恩的自卫,蒙了光教,又与圣灵有份,尝过神善道自卫,觉悟来需全能的人。 他们肯定是重生得救。 但后来他们犯罪,离弃道理,就可以失去救恩。 所以我们就必定要醒悟,小心,知道犯罪的可怕性。 就不敢犯罪,不敢犯罪,要么知道犯罪可以叫我们离开神的。 我们也不要离弃道理,不要离弃神的道理,叫我们失去神的救恩。 求神帮助我们有这个,真的看重神的救恩的心。 神的救恩是非常宝贵的,我们真的跟从神走神的路,真的走神的路,真从神。 好了,然后不要,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,这是神的灵扶持我。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方的人,罪人必贵是你。 将神的道指教有过方的人,叫他们悔改贵是你。 神啊,你去拯救我的神,求你救我脱离流云人血的罪。 我的舌头要救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 求神拯救我们,然后叫我开心的高声的歌唱你的公义。 然后第十五节,主啊,求你使我嘴唇张开。 我的口便传承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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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话。 你本不喜爱之物,若喜爱,我就献上。 凡祭,你也不喜悦。 神所要的祭,就是忧伤的灵神啊。 忧伤痛悔的心,你避不尽看。 啊,大卫在说,神啊,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。 我的口便传承承承承承你的话。 叫我能够传说你的话,能够开心,能够有力量。 啊,然后大卫说,你本不喜爱之物。 若喜爱,我就献上。 凡祭,你也不喜悦。 啊,当然,啊,神不是完全的不喜悦。 而是比较悔改。 神更喜悦我们悔改。 我们献上的祭物,神喜悦的。 但这个喜悦不如我们悔改。 神所要的祭,就是忧伤的灵,为我们最忧伤。 神啊,忧伤痛悔的心,你避不尽看。 你必定不尽看我悔改的心的。 你必定会祝福我的生命的。 我悔改的时候,你必定赦免我,赐给我力量。 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,建造耶路撒冷的成长。 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凡祭,并全身的凡祭。 这里我们就看到,神也喜悦,喜爱这些凡祭的,献上的祭物的。 但相比之下,神更喜悦我们,又伤痛悔,离开罪。 那时人必将供牛,陷在你坛上。 当我们悔改,尊重神的时候,神必定很喜悦。 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,我们看到神感动大卫有这个悔改的心。 这个就是神的怜悯。 神会怜悯人,我们犯的罪,神不是马上就放弃我们的。 神会多次的感动我们,这个是神的恩典。 如果是缘的话,我们多次的得罪他。 如果例如,用一个比喻。 你去某一个人的家,然后你来到他的家,你就碰碟他的花瓶,很贵重的花瓶。 他告诉你这个花瓶很贵重的,你不能碰碟的。 然后你碰碟了,他能够饶恕你吗? 然后第二次你去,又碰碟他另外一样东西。 他真的很难饶恕我们。 如果有人十次的碰碟人家中的东西,这个人都不洗,不会想邀请他去他的家了。 人不会永远的饶恕的。 但神是多次的饶恕我们,当我们悔改的时候,多次的赏免我们。 所以我们就说,神啊,我感谢你。 因为你真的,你感动我们悔改,你给我们机会,你带领我们去悔改,这是极大的恩典。 神啊,我要感激你,因为你感动我,是神的恩典。 我们要分辨什么是神的恩典。 凡是神的恩典,都是这个句子,开始有神,然后后面有人,中间去祝福的,神爱我们去,这是恩典。 神帮助我们,神赐给我们,将圣灵赐给我们,神加我们力量,神赐给我们赏赐,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,神赐给我们喜乐、平安、力量。 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生命,这些都是恩典。 我们就感谢神这么大的恩典。 神这么大的祝福我们,我们就感谢神,爱神,尊重神,走神的路。 神走神的路的时候,也是神推动我们,是神改变我们。 当我们尊重神,神就很喜悦。 常常用神的角度看任何的经文,是神感动我们,神带领大卫去悔改,神也带领我们悔改。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,神就很喜悦,神就接受,神就帮助我们。 现在我们祷告,求神赐给我们悔改的灵。 如果我们与家人有不好的关系,对他们说不好的话,对他们容易与他们吵架。 这个都是罪,我们就求神赐给我们,赐给我们悔改的心。 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,有些人会这样的。 在教会里面,有些手与其他人比较,说一些不好听的话,伤害别人。 或者是说,他做错了,所以我就骂他。 其实有人做错,我们就劝导他,劝导他处理,不去吵架。 我们有这个情况,如果在教会里面有吵架,伤害人的话,说闲话,有说闲话的时候。 我们就求神赐给我们,帮助我们有痛悔的心。 神啊,要向痛悔的心,你毕不轻堪。 我们一起祷告。 现在天父,我们感谢赞免你。 神啊,我感谢赞免你,因为你的圣灵会感动我们。 你的圣灵改变我们的生命,让我们喜悦圣洁公义。 你会喜悦我们信心神,赠从神的。 我们感谢赞免你,求神帮助我们全心的爱你,赠从你。 真心的悔改,是你感动我们悔改,是你改变我们。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,你就很喜悦。 你必定喜悦,你必定祝福,你必定加力量给我们, 必定欣赏我们的心。 当我们悔改,你就很欣赏。 你就改变我们,我们感谢赞免你。 因为你赐给我们很多次的机会去悔改。 你感动我们,你多次的感动我们,我们感谢赞免你。 我们有神,真有福啊。我们有神,真有福啊。 我们需要你,我们感激你,我们享受你,我们有神。 万世主,我们要尊重你,讨你的喜悦。 真的,尊重你,讨你的喜悦。 我们尽量去爱神,爱人。 全心的爱神,也全心的爱弟兄姐妹。 帮助弟兄姐妹,提升弟兄姐妹。 祝福教会,帮助教会,不要比较,不要说批评的话。 不要伤害人。主啊,帮助我们。 我们这样做,你就很喜悦。 我们赠宠你,你就很喜悦。 你就欣赏我们,你就加力量给我们。 你就提升我们的生命,赐给我们更大的恩典。 你就赐给我们力量,也赏赐我们。 我们感谢你,我们做工的果效,就随着我们从今到永远。 永远得神的祝福。 我们感谢扎美你,感谢扎美你。 神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。 我们扎美你,哈利路亚。 感谢扎美你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声名,阿们。 现在请接受主的祝福。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,天父的慈爱,圣灵的感动,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 让你们活出神的圣洁,真心的悔改信主。 追求里面的诚实,心里的诚实,是神所喜悦的。 全信赠从全神,必定加力量给我们,从今到永远。 主祝福你们,保守你们,从今到永远。阿们。 神保守你们,祝福你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